大家好,最近听说朝鲜半岛那两个国家关系又不好了 韩国人本着能吃饱一个算一个的原则 把美元汉堡饼干装进热气球,让他们飘到朝鲜 而朝鲜就有点不讲究了 他们把美元收起来,把食品吃了 然后把垃圾和屎放进热气球送回韩国 这个屎还不光是动物的,还有人的,人畜的粪便 估计现在朝鲜能拿得出手的可能也就是这玩意儿 不过这也说明了这些年来朝鲜的科技水平确实突飞猛进 因为粪便这个东西在古代可是能用来打仗的 看来朝鲜军队应该是不装备这玩意儿 其实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大便里面细菌的作用 于是中国古代的士兵们在守城的时候就会收集金汁 也就是人的屎尿,把弓箭放在金汁里浸泡 古代培养一个弓箭手,人工成本,时间成本都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快速提升弓箭部队的战斗力 让弓箭手在发射之前把箭头涂上金汁,这就成了大杀器 毕竟一个人的任何部位只要被这种箭擦伤 就极有可能被感染,然后就一命呜呼 而普通弓箭只有命中要害才会死亡 当然了,守城的士兵会熬金汁,把屎尿混在一起烧开了水 当工程的士兵被开水烫伤之后,皮肤就很容易溃烂 而这个时候,泛水里的细菌微生物就会趁机感染伤口 给士兵造成二次伤害 无独有偶,其他地区的人类也摸索到了类似的经验 希腊人记载活动在亚欧大陆中部的诺曼底人 在战争当中特别喜欢耍这个小聪明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使用荼毒的箭 他们使用的毒液就是蛇血,毒蛇的尸体,人血和大便 一旦被这种箭射中,就很容易感染破伤风 结局就只能是死于非命 古代的日本士兵也会用沾满了尿液和粪便的箭来攻击敌人 被称为垃圾箭 在战场上人人见到它都会静而远之 近代以后随着火药兵器出现 能生产火药的消失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宝贝 大部分欧洲国家不产消失 一旦战争爆发,火枪兵的弹药供应就是个大问题 在此时人们出乎意料的发现 粪便当中能提取出消失 如果粪便在土中长期的淤积沉淀 就会出产消物质 到时候把这层土提炼一番 就能制成火药了 所以17世纪中叶的时候 英王查理一世和议会开战 在国王的军队一直受困于火药短缺的问题 为此堂堂的国王就把眼睛瞄上了毛坑 为了保证火药产量 他专门委派官员把英国境内的厕所 马厩猪圈里的表层土挖走 炼火药 甚至还命令全国的厕所马厩的地面都不准铺设木板或石板 以免影响这个消土的收集 为了进一步方便收取这些土壤 国王呢作为圣公会领袖 给全国的教士下达了一项任务 让教士们告诉那些信众 在做礼拜的时候 一定要在教堂门口尿一泡带走 当时的英国人尤其认为女性尿液当中的含销量特别多 所以教会就喊出了这个口号 请为你在前线作战的丈夫贡献你的一份力量 不过呢可能是因为英国人觉悟不太高 没有在教堂留下足够多的原材料 于是呢国王没能够造出足够多的火药 导致呢兵败被俘 他们要是能有这个朝鲜人的这个觉悟啊 那克伦威尔早就被送到这个皇宫门口举行献福典礼了 在欧洲呢 重视火药的国家呢 如此的珍惜粪便 而东方那个把火药看成奇迹引巧的大国 就把这个粪便呢当作破火药妖术的法宝 明末火器刚刚成规模使用的时候 清军士兵就会搜集粪便对付三角尘寸 这个传统呢沿用了大几百年啊 鸦片战争时期呢 由于清军一败涂地 短短二十多天丢了二十多座炮台 所以道光皇帝就把平定新疆叛乱的功臣 湖南提督杨芳调往前线 杨芳发现英国人在颠簸的海边上开炮 还能准确命中清军炮台 这中间呢一定是有什么妖法邪术 有人向他建议用妇女的污秽之物 一定能收到奇效 为此呢杨芳在广州城到处搜集女人的屎尿 并且装满马桶夜壶顺着珠江 一路向英国军舰的方向飘去 英国人老远看见一堆不明物体 搞不明白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下令开炮轰击 一阵炮火过后 那些马桶被打的是四分五裂 十指出下 这些屎尿被打得到处都是 江面上是臭气熏天 英国人呢还以为是生化武器 赶紧抓紧时间攻打广州 清军又一次丢盔气甲 眼瞅着马桶欲敌的方法不奏效 杨芳呢只得向英军妥协谈判 而这个时候距离他来广州还不到一个月 不过杨芳的故事呢 没有给后人提供教训 等到这个义和全匪兴起之后 这些人照样抱着马桶夜壶 打使馆区和教堂 结果跟杨芳一样 都是给血腥冷酷的战争史 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到了二战爆发之后啊 这个粪便的使用也不算过时 美国战略服务局曾经提出一个奇葩武器的射击方案 他们受粪便味道的启发 想要研制出一种超级臭的化学物质 把它溶于水之后倒进喷壶 让那些地下组织呢 把他们喷到纳粹军官身上 让他们斯文扫地 由于这个想法呢 过于天马行空 所以没有诞生就被否决了 而德国人对粪便的应用就显得有些重口味 41年非洲军团进入北非 受当地人的影响 乡中了骆驼屎 因为沙漠真的是鸟不拉屎 如果能看见骆驼屎 说明骆驼从此经过 是能走的大道 长此以往呢 当地人就把骆驼屎 看作是好运的象征 到了都会踩一脚 也沾沾喜气 德国人进了沙漠 有样学样 士兵在行军的路上 会搜集一些骆驼屎 第二天出门都是踩一脚 求这个平安 之后不久 由于后勤供应不上 德国士兵会接触到被污染过的水和食物 导致立即横行 为了治疗立即 德国军队派遣了一支科学家小队 到当地呢 进行调研 这些科学家认为 既然当地的饮食当中 有导致立即的病菌 而当地的阿拉伯游牧民 贝都阴人却没事 那么贝都阴人呢 一定有对抗立即的方法 然后通过观察 他们发现 贝都阴人一有拉锡的症状 就会跟着骆驼走 等骆驼一排泄 他们就捡屎生吃 第二天呢 就不会犯立即了 受困于科学技术的限制 德军只能学贝都阴人捡屎吃 等到二战后 科学家又投入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发现骆驼屎的秘密 里边富含一种能治立即的益生菌 这种益生菌 后来呢 也被提炼出来制成药品 用于钢肠科的治疗 这就是传统医学 跟现代医学的区别 现代医学能教你 怎么合理的进行治疗 而传统医学呢 就只能让你吃屎 七十年代越战时期 美军由于在山地丛林里 找不到越南游击队 空投了大量的传感器 为了迷惑对手呢 这个传感器就被做成了 大便的形状 越南人看见它不会起疑心 就这样的 美军用这种传感器 抓了不少游击队 现如今呢 那粪便被进一步活学活用 面对自由富裕的韩国人 送过来的糖衣炮弹 吃不饱饭 但是眼里有光的朝鲜人 选择用扔粪便的方式回敬 不过呢 在此提醒朝鲜人 韩国扔屎的时候啊 一定要扔那些高质量的 万一扔的是贫苦农民的排泄物 被韩国人拿走分解 发现里边都是草根树皮 那就闹出笑话 就给宇宙无敌大将军呢 丢人了 好吧 关于这个战争中的粪便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友情提醒 这一集呢 别吃饭的时候听 这一集呢 fireworks